影片中的男子還在講話 突然衝出一個人拿球棒猛往他頭上敲 被害人出手擋不了 蹲坐在地上求饒 對方三打一 一個拿球棒 一個拿安全帽 另一人則出拳 打得被害人滿身傷 被害人送到醫院痛到手還會抖 頭部傷是最嚴重 枕頭上的紗布都是血 兒子被打到頭部重創 貓貓忍住淚水 錄影搜證 事後偷網控訴一個遲緩的小孩被拐騙出去 居然被打成這樣 不能原諒 原來19歲被害人因為致力遲緩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只認識郭姓男子 去年12月23號 深夜被騙出家門談判 郭姓男子把責任推給被害人又慫恿他去嗆聲 導致對方三人阻棒球隊通歐 甚至郭姓男子還邊打邊拍下影片 媽媽說去年被打至今 傷口還沒復原 每晚睡不好 恐懼在疼痛中醒來 網友也感同身受 氣得說全都不可原諒 社會真的病了 而且病得不期 事發隔天 警方也抓到出手四人 將他們以殺人未遂 妨害秩序罪移送偵辦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今晚十幾位 refer訂閱 網友策議員 今晚十六位市場 根據師 symptake